大家好 今天也有些設備 很快 大學 大學 大家好 我是教授非常感謝你的心情 來感謝考試委員今天的歷領 來我們接台7月12號 正式開始營運 因為93年 考試委員在推這個 國家化電腦化市場的時候 實際上這個實際上是一個 很大的一個合正 但考試這種東西 如果用電腦化的一個模式 可以即時測驗可以即時知道學生考試的成績 這個對學生來講是一個 非常非常便利的一個措施 所以今天是由同志遠方來 不亦樂乎 因為對我們來說實際上家藥 在國考這個區塊是有一個非常大的需求 我們在110年的時候 我們社工系有7位同學 考上社工師 那一年的寶銀系 他的寶銀系的考照率是39% 也大於全國的18% 111年 就特別值得提 剛剛已經提到了 我們藥學系的國考 第一階段通過率是65% 遠高於全國的32% 第二階段的通過率是97% 也遠高於國家的平均的93% 也在同年的時候 我們的消防社會師的榜首也在我們學校 那寶銀系的榜眼跟炭花也是在我們學校 我們的寶銀師 所以應該對我們來說 其實家藥實際上我們後續走的一個模式 大概就是以國家考試到做我們一個招生的目標 我們希望培育學生有了證照之後 他下一階段取得國家考試 取得他就業的一個最大的一個資格 這是我們的方向 那我也相信說今天我們後續整個電腦化市場的推動 在我們家藥在這個地方 台南應該是第四間學校 我們一定會努力把它做 因為我相信後續AI 這個AI這個智慧考試一定是會越來越通行 不過舉簡單例子好了 現在國際上SAT考試 他們就是分級化 就是用電腦化測驗完之後 全世界通通都可以考 他考滿400分 他按到你400分答題的一個程度 來決定你要不要再拿到第500分 第600分、第700分 他有四階段來去分別 來判斷你答題完之後 我得到的分數 這分數來決定 你是不是可以進入到下一集 我相信後續國家考試的一個選拔 他來針對這一些考試 用電腦化考試 這個一定也可以分級應用 我可以選拔出一個 搞不好更優秀 在同一個考科裡面 他搞不好有不同的一個考別 我來指導他到底的專長是在什麼地方 這都可以透過電腦化 用AI的方式來去做取得 所以後續我們整個區塊 我們就會配合考試院這邊相關的一個措施 那今天非常高興 今天能夠邀請委員過來幫我們做接牌 那我這邊也不醉言 我相信大家都是好朋友 那個姚次長來好幾次啦 我們待會回去參觀那個飛機學生基地 我還有印象 那時候在主辦的時候 姚次長還親自過來幫我們做接牌 那時候跟賴清德大師院長 對 賴院長一起過來 好那今天就謝謝大家 也希望待會接牌一切都能夠使用意思 還有我們跟賴家長的市長 家長會辦這麼好 我現在還知道原來有一個很堅強的團隊都坐在這裡 團隊的成員都在這裡 團隊搶學校去辦好 不瞞大家講 那個時候我們今天來的是四位 三個考試委員 還有我們靠全部許部長 就是我們政府 考試委員考選部在推動國家 電腦化考試的我們的專案小組的成員 那那個時候我們在全台灣每個地區檢視 我們需要多少電腦的考試位置 那我們也在調學校 我們也在調學校 那因為我是台灣人 我以前在陳大 那最後到南台當副校長 那所以我對台灣的情況很清楚 我一看那個清單 這台南地區怎麼可以沒有嘉南藥專呢 以前叫嘉南藥專對不對 叫嘉南藥理大學 怎麼可以沒有這所學校呢 我就跟我們王委員姚委員還有徐部長講 我們把嘉南加進來 他們都惡化不說 馬上加進來 這證明我們的選擇是對的 因為剛剛我們進到校園的時候 我們都還在俄羅琳塔 我最好就睡 整理得很乾淨 很開闊 一進來那種感覺就很舒服 沒有壓迫感 那的確 我想嘉南藥理大學是我們國內現在高等學校裡面 非常有特色的一所學校 我相信在趙生上 少此話趙生來講是很有競爭力 相當有競爭力 那今天 這個很高興我們嘉南藥理大學加入我們國家 我們政府這個電腦市場的一份子 成為我們未來台南考區的很重要一個主義部隊 尤其這個時候進來更重要 大家應該知道 本來長期過去十年來 也是我們考試團隊的這個東方設計大學 那明年他要退場 這時候嘉南進來更突顯 嘉南這個時候進來的重要 那在這個地方 我們沒有忘掉去年9月20號來的時候 那學校的時候 我們的李孫河校長 那時候我認識他 我打電話給他 他就毅然決然 好 懷疑暈來 我們就來 9月20號到現在不到一年 我們嘉南很有行政效應 他就把這個弄起來了 所以我想這個讓我們團隊成員 大家都非常的感到這個 驚喜 感到這個非常開心 有嘉南這樣的成員 加入我們這個系統 就像這個 張校長剛剛講的 我們嘉南自己本身是一個考長 對於嘉南的學生 周邊的學生 都是一個很大的忽略 所以在這邊呢 恭喜我們嘉南 藥理科大 進入到這個系統 那我特別要介紹 我們這邊有一個很重要的這個 醫學界 醫學界 這個副理界的專家 就是我們 學文化委員 艾田是高一大 的市長 衛生署的副署長 也是我們台灣 副理師這個學會的前任的理事長 總共手下有十八萬大軍 聽說最近他很缺的學 我們的副理師都不夠用 不夠用 也很傷腦筋 那另外姚立的委員 大家都認識他 他是 他服務的學校 這幾天新聞 台北科技大學 在北科技大學 姚立的委員說 他從來沒想到 北科大師這樣出 是靠一桶飯就出 那他也是教育部的政策 也代理過部長 那很優秀的一個考試委員 那靠全部許部長 我們要特別感謝他 我們大家都要謝謝他 他以前的部長 靠全部長大概 Do nothing 最好什麼都不要做 他沒事這樣 但是他不是 他就像那個扭一一樣 拼命的努力的耕耘 耕耘耕耘耕耘 考選部的副次長做了四年 現在當部長一塊錢 三年多了 他應該是 有史以來任期最久的考選部部長 在他任命這七年多 做了很多改革 我們都配合他 跟著他一起推動 所以我想我們今天大家齊居一堂 天氣那麼熱 但是我們在做一件非常有意義的事情 對於我們學校未來的發展 符合ESG的精神 社會的責任 加藍耀療科大學 把這部分彰顯出來 作為大台南地區的考生的一個考區 就是ESG很重要的一塊 會愧社會 另外我們也服務我們自己的學生 也成為國家電腦考試的一個部分 所以我想我們大家都來創造歷史 我們再走向歷史 所以再度謝謝我們張校長領導的團隊 以及謝謝我們加藍耀療科大 所有的市長 謝謝你的幫忙 謝謝你的支持 謝謝大家 我們校長 我們加藍耀療大學的各位市長 我們委員王委員 他們合作的夥伴 我想今天非常高興 我們這個今年在 我們上位考試委大力在前躍動 那考獎部在後面跟上 那還有我們學校配合 所以今年總計 這個完成七首學校的 這個電腦化市場的認證 那我們在電腦化市場的座位數 從這個去年是八千多台 那今年我們家藥市的 最後一首完成這個接牌 那這個達到一萬一千 一萬一千七百七十三牌 那這個讓我們可以確保 就是明明的護理師考試 第一次跟第三次的護理師考試 都可以順利來用電腦化測驗的方式來進行 那大家知道最近的護理師到處都缺 所以我們需要更快速的方式來征服護理師 那曾經張家長所提的 我們家藥當然在藥劑師這一方面的表現 是相當的亮面相當的優秀 那藥劑師部分已經第一階段 跟第二階段都已經使用電腦化測驗的方式 所以未來我相信家藥的表現會更好 因為有主場優勢之後 在這邊馬上一考完就可以按鍵 就知道你們有通過 馬上可以跟老師回饋說我通過了 所以這個當然我們沒有辦法去 當場就發證書是因為國家考試有一定的程序 比較嚴謹 所以我們後續還有考生還是可以提一些試體意義 那我們還要經過專家再來針對這些試體意義的處理 所以有一定的步驟沒有辦法 但是使用電腦化測驗的方式 也是可以更快速讓這個通過人 可以很快速來準備加入職場 沒有通過的馬上知道的時候 我們要繼續努力 所以我們這個護理師的部分 像現在各界都有很多的這個需求 所以我們今年也特別要加了第三次的護理師考試 所以這一年有考了三次的這個護理師 那我想藥室的部分當然 尤其是大家知道這個COVID-19疫情期間 事實上藥室藥局也是扮演很重要的 整體有一個防疫的角色 所以我想在這邊 我們家藥室藥今天再加進來 相信以後的表現會更加亮眼 那國家考試朝向電腦化測驗 這個來加速前進 也是我們這一屆的考試院 在黃鴻村院長跟我們9位考試委商任之後 積極推動數位轉型 所以國安考試過去長期就是停留在大概 我們只有6500多台的這個座位數 也停留在純測驗體的部分 那我們從去年開始 事實上涉潤體的部分已經開始了 涉潤體的部分去年就是從虛擬師就已經開始了 那今年又加上中醫師的考試 也採用電腦化測驗 明年還有營養師、護理師 會加入電腦化測驗 後年的歷史會加進來 所以逐步的這些專技 慢慢都會變成電腦化測驗的方式 那當然公務人員的部分 我們也是會逐步來推動公務人員的部分 也是採用電腦方式來考試 來迅速來增補我們公務人才、公務人員的部分 那加藥也是有一些學生 也是對公務體系有興趣 所以我們也希望未來樂見在公務門 也有更多的我們加藥醫大學的這個學職 能夠進入公務體系來問你服務 所以今天代表考選部 感謝我們加藥這邊 我會知道要特別投入好幾百萬的這個經費 來完成這個電腦化市場的認證 那馬上派上用場 所以下個禮拜的週末 還要麻煩大家 辛苦一下 在週末的時候馬上就參加這個 醫師人員相關的這個考試 馬上就可以在加藥這邊來啟用 所以再次感謝大家 謝謝 祝大家聖精阿萬事務 各位總管 我們這個團隊 我們其實也建立了 不能講革命 改革 革命一流血的 改革是進步的 還有我們的那個黃基這些我們的團隊 其實我對加藥也是有感情的 我們就在隔壁一家 我們的藥血跟那個加藥 我們都講加藥 比較那個我想都有一些合作 那今天真的是帶著感謝的心 我們真的非常感謝加藥 我們是去年920 我們都來了嘛 我們三加一 我們四位都有來 920的時候我們就有來跟各位座談 那個校長還有主管都很 就是馬上就是很快 這個速度真的很有效率 四百四五六 四五六以後可以再加啦 加嘛 那這個有什麼好處 有什麼意義 其實對社會的貢獻 跟我們醫師人員 我當然是我們未來可以 就是extended到說其他的考試 但是其實電腦化測驗最重要的都是醫師人員 大概十幾類科的醫師人員 貴校最受惠的就是藥師 因為我自己擔任考試委員之後 我只有保留一個職務 就是國務院的思議論壇的思議委員 國務院論壇的思議委員 裡面我們都常常在談醫師人員的人力 我非常關心 我沒有本位 我沒有只有那個就是照顧我們護理師 我所有的師我都非常的關注 我們的各師尤其是藥師等等 我今天得到一個訊息 藥師出頭 從醫學中心出頭 因為藥師太多 太多了太多需求了 市場需求 所以醫院也找不到藥師了啦 不是只有護理師啊 大家看到那個Google一下護理師那個 所以我們都電腦化測驗呢 其實間接是可以補充人力啦 快速準備 然後其實字體很大很多好處啦 極測極頻 我們真的是非常感謝大家 然後我們讓國家這個 就是數位化轉型能夠順利來進行 謝謝 要理大學的各位主管 各位先進 就像張相所說的 我到貴校來很多次 印象最深刻的是跟我們賴院長一起來 我們教育部的那個叫做 那叫什麼計畫 我忘掉了 就是內產線計畫 內產線的名字是我定啦 內產業環境的計畫 我們去有一個這樣的 在貴校有一個很大的投資 老實說我也很訝異說 這個開幕 這個開幕你們記得 請得動賴院長 來參加這個開幕 那今天我覺得很有意義 來參加貴校的這個 我們國家考試電腦化基地的接牌 剛才你們的 我其實 第二次的 就是你們剛才放了兩段的 學校的簡介 一段時間比較短一點 那個上面寫的 我記得那個slogan是寫 國家考試專屬大學 我就想到說 原來貴校確實是這樣 就是說 你們是一個 這個醫師類人才培育的這個大學 那醫師類人才培育的大學 幾乎都需要經過國家考試的認證 那今天這樣的一個 國家考試培育的 人才培育的主要的大學 有一個國家考試的這個電腦化基地 在貴校 這個我相信對貴校是相得一三 我相信這個對貴校來形作 國教考試專屬大學 這樣是格外具有意義 那事實上也是如此 今天我們審視 我們全國 跟有醫師相關科系的大學裡面 有我們國家考試的這個電腦化市場 設有國家考試電腦化市場 沒有幾個 我相信不到十分之一 這個屈指科復 我剛才稍微想一下沒有幾所 所以你們真的是一個 可以利用這樣的一個 經過我們考試院跟考全部 認證過的這樣的一個優質的大學 才會在這邊設一個國家考試的電腦化基地 我覺得這個格外的有意義 那這樣的一個考試呢 我也相信 我應該不能這樣間接教育 我也相信 你們一定會讓你們的考生 發揮這個主場優勢 主場優勢有兩種 主場優勢有兩種 第一種呢 是平常考試模擬條 就帶到這個地方 這個熟悉那邊的場地 電腦 滑鼠 燈光 還有那個感覺 這個感覺 這是第一種主場優勢 第二種主場優勢 是可以讓人家這個羨慕的 就是所有的考生 考完試 結宇 結室之間 或週五休息時間 他們基本上都待在市場的附近 我相信貴校會透過巧妙貼心的安排 假如你們的考生啊 這是一定會在自己的學校考試 那這樣的主場優勢 你們會做什麼樣的貼心的安排 然後成為口碑 成為武林的傳奇 我相信這個貴校一定會做很好的安排 那這樣的話可以讓考生 就是覺得說 學校真的非常非常的照顧你們 除了這個好好的教學 讓他們能夠考上之外 也極力的爭取 學校有投資這麼多 額外投資這麼多的經費 配合我們考學部 額外投資這個經費 讓這樣好的一個電腦畫素 國家考試電腦畫素基地把它做起來 讓我們的考生有一個受惠 讓學校的學生有一個受惠 我們期待我們校長副校長 在帶領這個學校的同門 那個主場優勢 我相信你們會做得更好 這是我想像的 那另外呢 我也藉這個機會 我要跟各位報告 國家考試其實有兩種 一種叫做專技人員考試 也是貴校現在這個最擅長的 那另外一個是公務人員考試 那公務人員考試的這個考題的難度 其實跟專技人員考試的難度其實相當的 所以我們考試院特技人員才通過 有一部分的內科 專技人員考試通過之後 有一定的工作經驗 你可以直接 這個就是可以轉做這個公務人員 那當然我這個是 這個是後面 往後幾年的事情 但是我更希望的是說 老師們也可以鼓勵 學校的學生 除了專技人員考試之外 也別忘了 公務人員考試 其實也是值得去試的 在學校這樣整體的一個優質的 教學環境裡面 我也很希望 也樂見 我們加拿大學的考生 能夠成為我們這個公務人員的心血 每一年考取的這個公務人員裡面 有一個很大的很顯著的比例 自來自於貴校的這個學生 總而言之 祝福我們這個 這樣的國家考試的電腦化市場 在貴校能夠發光發熱 貴校也能夠這個 一個善用主場優勢 最後把學校的這個 整個的一個 參加我們國家考試 專技人員考試 跟公務人員考試 也成為我們全校的學生 一個主要的一個生涯發展的一個 規劃主要的規劃 好那我們看這裡 好來 一二三 好來 一二三 這考長看起來很舒服 很舒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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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寬敞 非常寬敞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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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邀請我們休閒記健康管理學院 請院長 請院長就揭牌位置 好 好 讓我們拍得到嗎 好 好 等一下 司機師這邊會倒數三二一請揭牌結束 那就 請揭牌一起拉邊手中的紅車完成今天的揭牌啟動儀式 好 那我們先看前面 謝謝 好 我們看這邊 3 2 1 請揭牌 好 那我們可以按 比個讚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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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嘉然藥語大學 電腦化認證的市長 他為我們台南增加了456台的座位數 所以讓台南地區總共就是超過4000台的座位數 所以以後相關的醫師類課這些考試 那後續包括這個營養師 中醫師還有這個未來獎勵師這些都有機會在我們這邊來辦理考試 所以還有公務人員的部分我們也會逐步來這個作為電腦化測驗 所以今天很高興嘉然藥語大學能夠加入我們國家考試電腦化認證的市長的這個行內 來教會考生 來教會國人 讓我們在公務人才選拔還有專技人才的選拔上 能夠更加的有效的來這個更多的人來為您服務 謝謝 那之前台南地區有考生他這邊沒有其他的考生嗎 之前也有幾所學校 那但是還是不足 像我們護理師一年這個最多報名人數大概有15000人 那我們基本上可以需要到18000台到19000台電腦 所以目前我們總共是11773台 事實上還不足以這個應付像護理師這麼大型考試 但是護理師第一次跟第三次考試大概7000多位考生 那基本上目前明年開始的護理師考試就可以用我們這些場地來辦理考試 所以我想我們逐步來做扣充 所以感謝學校的這個支持跟協助 我們是要投資了幾百萬 然後做整個的更新 那最主要投資這個設備 最大的好處是什麼 就是我們學校本來就國家考試 有非常多學生要去考試 尤其像我們要學新的 考照率率是非常高 那陳如剛剛委員所提到的 我們在這個地方的話 可以服務台南市鄰近所有的考生 這也是1177的一個區塊 也是大學社會財任這個區塊 所以我相信我們家會提供最好的服務 給後續考生一個優質化的服務 謝謝